来关心国际间重要讯息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星期三开始在首都开罗面对审判 埃及当局出动了数千名警力维持秩序 穆巴拉克在今年2月份被人民民主运动推翻 预期将会对当前的阿拉伯独裁者投下一颗震撼弹 穆巴拉克面临滥用职权、贪污腐败、下令开枪射杀示威者等多项指控 罪名一旦成立,他可能或判死刑 今年83岁的穆巴拉克从4月以来一直在埃及沙姆·沙伊赫住院治疗 一架装备着医疗器材的飞机已经抵达当地机场 与穆巴拉克同时受审的还包括他的两个儿子阿拉和贾迈勒 前内政部长阿德利以及6名前政府高级官员穆巴拉克的密友萨勒姆将缺席受审 许多民众聚集在现场示威抗议 他们坚持要见到穆巴拉克走上被告席 在推特上一个留言说 如果你对任何一个虚弱成为阶下囚的独裁者感到同情 请想一想他当权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公不义 在苏伊士地区 当地民众则对一个穆巴拉克的塑像是以绞刑 开罗远景学院的礼堂内临时建立了一个法庭 出动了3000名远景维持秩序 自从中东爆发莫里花革命之后 穆巴拉克成为第一个面临审判的阿拉伯领导人 而前图尼斯总统本阿里则第一个被驱逐出境 并被缺席审判 在周三8月3日稍后开庭时 穆巴拉克被看到用担架抬进法院受审 陪同受审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库瑞·加玛尔及其他的被告 穆巴拉克成为埃及第一个进法院受审的总统 新唐人记者考特吉米综合报道